测试氧气钢瓶和连接管线 在一口气独自背起沉重潜水装备 完全不靠男神帮忙 她是林佳慧 这次搜救潜水队里唯一的女性 不怕吗 还是要下水啊 救人要紧 林佳慧二话不说 马上登船出发 背着荧光氧气瓶 林佳慧一到定点 一个翻身跳下水面进行搜救 32岁的她 在桃园当房仲 从事土地买卖热爱潜水 五年前加入中华搜救队 一听到这次现场急需潜水员支援 林佳慧立刻擒诈 她说自己不怕冷也不怕遗体 因为有些事一定要有人做 我们弯腰其实看得到底 见得到底 但是因为人员在走动嘛 所以会扬沙 会使水比较左一点 比起前几天水位低了些 难见度好一点 但还是像虾子摸象 搜救只能用摸的 靠双手人肉搜索 成效有限 当然得出动精密仪器 有四个镜头 好像四个潜水员在底下作业 因为人有这个失温的问题 现在使用机器 说的正是这几台仪器 测扫声纳加上水下增收仪 一个声学一个光学 一二三四四颗增测镜头 相当于四名潜水员搜寻 水底画面分割成四个区块 就显示在这台荧幕上 机器搭配人力来回搜寻 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会等会你还要再下去吗 会 深知失联乘客的家属天冷 心更冷 这群救难英雄 很因此卖力搜救 或许能带来一丝温暖 记者综合报道